老男人不满意服务质量 要求领班换一个 不然他就放火烧了这按摩店 按摩女金喜妹主动请应 解决这个难缠的客户 在她的一顿疯狂揉搓下 老男人有些招架不住 然而老男人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最后会惨死在对方手中 时间一晃来到几个月后 金喜妹身穿球服从监狱中走出 面见自己的辩护律师丁一峰 金喜妹一心求死 只想尽快判刑 丁一峰从中看出端倪 感觉此案的背后另有蹊跷 她决心要调查清楚 帮金喜妹进行无罪辩护 而金喜妹案件对于丁一峰来说 是一场翻身战 六年前丁一峰还是一位金牌律师 本应该拥有美好的未来 可惜她为了心中正义 在一起辩护案件中 举报自己的同事涉嫌收受贿赂 结果导致丁一峰惨遭行业封杀 一夜之间丁一峰从高峰掉落了谷底 为了维持生计以及抚养 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母亲 丁一峰现在只能靠讨债为生 因为拥有足够的法律知识 所以丁一峰在讨债过程中 能够精准掌握那个度 在违法跟不违法之间来回穿梭 当然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邪 这天丁一峰马失前提被抓进了警局 好在之前的老师出手帮忙 将丁一峰保释出来的同时 还推荐她一份工作 此日丁一峰来到某间刚开业的律所 老板知道丁一峰的故事 本来不想收她 奈何老师推荐 老板不好搏了对方面子 便将丁一峰留下 老板将金喜妹的谋杀案交到她的手上 这是一桩在外人眼中板上钉钉的案件 而且金喜妹还承认 自己杀害了受害者老马 所以丁一峰只需要走走流程 即可顺利解案 老板怕丁一峰整什么幺蛾子 特意安排实习生小美担任她的助力 监视其一举一动 丁一峰拿到案件资料以后开始分析案情 丁一峰从中发现断倪 金喜妹被抓时身上一扇不整 额角处还有伤痕 丁一峰感觉金喜妹像是受到强拆后 在应激状态下杀人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是正当防卫 如果这起案件 丁一峰能帮金喜妹申诉无罪成功 那她必将一炮而红 来不及多想丁一峰迅速赶往监狱 与金喜妹见面 了解更多案件细节 可惜金喜妹一心求死 承认就是自己杀人 她跟老马之间是客户关系 但老马这个人耍赖 一连几次服务后都不给钱 案发当晚 金喜妹却找老马要钱 两人却发生冲突 金喜妹一气之下 用烟灰缸敲死了老马 这就是金喜妹的全部证词 这时丁一峰试探性地询问金喜妹 案发时老马有没有对她施暴 后者一口回绝 丁一峰提起她被撕烂的衣服 是不是老马想要图谋不轨 丁一峰让金喜妹好好想想 这一点能决定她的生死 小美在一旁听出丁一峰的用意 忍不住笑出声来 她这一笑引起金喜妹的不满 双方第一次谈话就此结束 从会客室出来 小美质问丁一峰 刚才她的行为属于是右供 小美看出丁一峰是想赢想疯了 双方因此闹得不欢而散 丁一峰没有放弃 继续跟进这次案件 她将这起案件定性为自己的翻身案 画面一转 时间来到开庭这天 公诉人宣读金喜妹的案件信息 根据现有证据和线索 充分证明金喜妹杀人 除此之外 还有她的认罪供词 结合以上几点 公诉人希望法庭能以蓄意谋杀罪 依法判处金喜妹死刑 这时丁一峰起身帮金喜妹辩护 她表示金喜妹被抓时 除了上衣被恶意撕开外 身上还有许多明显伤痕 最严重的一处来自于太阳穴附近 种种迹象表明金喜妹曾经遭到老马的殴打 而且法医还从老马体内检查出大量的酒精成分 丁一峰有理由相信 死者曾对金喜妹进行了强拆 而金喜妹是在反抗过程中 正当防卫导致老马死亡 所以丁一峰要为金喜妹进行无罪辩护 关于这一点 丁一峰申请证人出席 佐证她的想法 此人是金喜妹在按摩院的姐妹 就在开庭的两天前 丁一峰为了了解老马跟金喜妹的为人 她来到按摩院 刚张嘴问金喜妹的事情 就被按摩院老板娘赶了出去 哪怕丁一峰两名身份都无济于事 老板娘声称金喜妹跟他们没有一点关系 就在丁一峰感觉没有收获时 金喜妹的好姐妹主动找上丁一峰 向她说出了一些情况 老马是按摩店的老主顾了 但她这个人非常难伺候 本身上了年纪身体就不行 可她非挑服务员的麻烦 而且老马嗜酒如命 喝了酒就爱打人非常暴力 好几个服务员都被老马打过 后来金喜妹主动请鹰 解决老马的问题 好姐妹认为 金喜妹杀害老马的背后 一定有言不由衷的苦衷 也许事实真相丁一峰所说的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 好姐妹同意出庭作证 并拿出一段视频作为证据 那是两年前老马在按摩院闹事的画面 视频的出现证明了 老马这个人具有极强的暴力倾向 公诉人站起来反驳 一段两年前眉头眉尾的视频 不足以证明老马是一个暴徒 毕竟人都是会变的 除此之外 公诉人也提交了一段视频 证明老马不可能强拆金喜妹 从视频中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 金喜妹与老马息息相依 两人的关系看起来 更像是一对情人 金喜妹眼中对老马充满了爱意 如果是这样的话 强拆一次根本无从谈起 并且更重要的是 这段视频拍摄于五个月前 这时公诉人走到金喜妹面前 询问对方案发当天 老马有没有强拆她 金喜妹斩钉截铁地表示没有 金喜妹的证词 让丁一峰陷入被动 她没有就此放弃 起身问金喜妹 按照她的说法 案发当晚金喜妹去找老马 就已经做好要杀她的准备 但如果是这样 金喜妹为什么没提前准备作案工具 而是随手拿了一个烟灰缸杀人 金喜妹解释来不及准备 就算她说的是真的 要杀人不应该从背后投袭吗 怎么会从正面击打对方 种种迹象表明 事情的真相远不止现在看到的这样 丁一峰回头访问公诉人 金喜妹的行为跟蓄谋杀人对得上吗 很显然 公诉人提交的口供漏洞百出 除了这个以外 丁一峰还拿出在案发现场找到的白酒 经过查验 这是一瓶酒精勾兑的劣质甲酒 这种酒喝多了可以导致死亡 喝少了也可能会产生精神错乱 在这种情况下 金喜妹记忆有可能出现 认知偏差 所以丁一峰申请对金喜妹进行精神鉴定 公诉人看出 这是丁一峰的缓兵之计 奈何三位法官经过商议 决定暂时休停 给金喜妹做精神鉴定 庭审结束 金喜妹被押解回监狱 丁一峰从身后追上来 质问对方 是在故意找死 他身上究竟还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 金喜妹没有回答 转身上了囚车 现如今丁一峰要想翻案 必须有其他铁证 不然单靠一张嘴 根本行不通 毕竟眼下公诉人手中 有着证明金喜妹跟老马关系 不一般的视频 这是一条重要证据 律所老板劝丁一峰放弃 后者不肯 他一定要赢 这起案件本身存在着重大疑点 无奈丁一峰只好继续找金喜妹聊 他将两人见面的谈话内容 全部记录下来 丁一峰故意诱导金喜妹 只有说是强拆 他才有机会活命 可惜金喜妹态度坚决 就在丁一峰一筹莫展时 案件出现了转机 当年晚上丁一峰回家 突然一个神秘人从背后出现 拿刀抵住了丁一峰 表示金喜妹是被冤枉的 要求丁一峰一定要将对方救出来 不然就送他归西 说骂神秘人准备扭头离开 丁一峰想去追 却被他一脚撂停 事后丁一峰查出神秘人身份 此人名叫毛卫卫 22岁高中毕业后便辍学在家 没有固定职业和收入 最后银行的流水工资 是在城东游乐场 不过小美两人去查过 毛卫卫已经离职 根据同事所说 毛卫卫这个人喜欢音乐 经常在网络上发布原创歌曲 于是小美准备通过网络 联络毛卫卫 丁一峰则来到一家舞厅 这里是公诉人那段视频的拍摄地 丁一峰四处打听 得知金喜妹这个人性格刚烈 有一次她为了帮儿子出头 直接拿酒瓶抱了客人的头 但你猜怎么着 金喜妹的儿子居然是毛卫卫 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就在这时 小美传来消息 毛卫卫上钩了 小美谎称自己是她的粉丝 约其见面 两人来到毛卫卫的家 小美发现毛卫卫脸上以及身上 有大面积烧伤 只有一半脸是正常的 小美被吓了一跳 她连忙发消息给丁一峰 让对方赶紧过来 而毛卫卫以为 小美跟自己回家 就是在内心认可她 毛卫卫想要更进一步 却遭到小美的强烈拒绝 关键时刻 丁一峰及时杀到 将毛卫卫从床上脱下来制服 并绑了起来 经过一番逼问 毛卫卫表示 金喜妹跟老马在一起两年多 后者经常打她 一定是金喜妹忍无可忍 才选择动手杀了老马 如果是这样 毛卫卫为什么不 正大光明地来找丁一峰说 反而搞这种小把戏 毛卫卫说道 她没有钱 请不起律师 丁一峰问毛卫卫 金喜妹出事那天 她在干什么 毛卫卫眼神有些闪躲 有气无力地说 帮人看场子 丁一峰一眼识别 对方是在说谎 就凭她那张脸跟小身板 看场子根本不够格 丁一峰发现 毛卫卫的皮肤不是烧伤 而是皮肤癌 毛卫卫拜托丁一峰 一定要将金喜妹救出来 她现在急需要钱治病 金喜妹当初答应 会帮自己搞钱 毛卫卫的病需要60万 可金喜妹上哪找这些钱 毛卫卫解释 老马家拆迁分了100万 老马说过 只要金喜妹陪她过日子 就分60万给毛卫卫治病 双方之间还签订了协议 但后来老马拆迁款刚下来 就被女儿偷走 拿去还赌债了 老马让毛卫卫再等等 现在老马死了 钱没弄到 所以金喜妹必须活着 就算死 也要先把60万弄来 毛卫卫之所以这样对待母亲 是因为她的病 就是金喜妹造成的 因此她才如此痛恨对方 从毛卫卫这里离开 丁一峰来到老马的葬礼现场 正好看到老马大儿子 找妹妹要钱的闹剧 丁一峰还没下葬 这边家属便开始争家产 当然从这里不难看出 毛卫卫所言非虚 明天就要继续开庭 绿索老板想知道 丁一峰打算如何收场 丁一峰为了赢 决定剑走偏锋 她想了个印招 丁一峰在临开庭前 找到金喜妹 她拿出毛卫卫 试图侵犯小美的照片 作为要挟 比金喜妹承认老马强拆 为了儿子金喜妹 能不能妥协 咱们接着往下看 次日庭审再次开始 法医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 金喜妹本身没有精神疾病 她在案发时 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 公诉人指出那份 六十万的协议书 协议书一经亮下 金喜妹之前所说 为了两千块杀人的说法 便不攻自破 公诉人想知道 金喜妹杀害老马的真正原因 是不是因为这六十万 金喜妹没有回答 公诉人传唤证人老马的女儿 对方来到庭上 亲口告诉法官 金喜妹曾来找她 要过那六十万 公诉人认为 案情一切明了 是金喜妹没得到六十万拆迁款 由此怀恨在心痛下杀手 杀掉了老马 丁一峰持反对意见 他站起身询问老马的女儿 是如何被催债人逼债的 女人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刚好丁一峰之前做过讨债人 所以他将老马女儿 可能面临的讨债方式 讲了出来 上到门口破油漆 吓到孩子被带走 从女人的情绪波动上 不难看出 丁一峰说对了 老马的女儿 今天来到庭上 控诉金喜妹 因为那六十万 杀掉了自己的父亲 可殊不知 如果老马女儿 不偷走那笔钱 老马也就不用死了 老马女儿听到这里 情绪瞬间崩溃 法官及时站出来 就算那笔钱 被老马女儿偷走 这件事跟本期案件 也没什么关系 丁一峰接着说 他想申请证人出庭 此人能证明 公诉方指控的 六十万杀人动机 根本不存在 而这个证人 是当地某医院的医生 此前丁一峰 在查阅案件资料时 发现老马生前 已经患有肝癌晚期 这个证人 就是老马的主治医生 根据医生所讲 从发现病情 到后期治疗 一直都是金喜妹在陪护 老马的儿女 没有一个人露过面 拆迁款的下发时间 是在半年前 老马查出癌症 是在五个月前 金喜妹在 明知得不到钱的情况下 依然坚持照顾老马 如果事实真如公诉人所说 金喜妹是为了钱 那他完全没有必要 照顾患病的老马 公诉人站起来反驳 只要老马还活着 金喜妹就有拿到钱的可能性 丁一峰当场反问公诉人 如果是这样 金喜妹为什么要杀了老马呢 这样他注定一分钱都拿不回来 公诉人被对的没发张嘴 丁一峰乘胜追击 转头问金喜妹 他为什么要杀老马 金喜妹望着丁一峰的眼 在亭上说出老马强拆他的话 现场瞬间一片哗然 丁一峰趁热打铁 拿出医院监控录像 其中就有老马 辱骂金喜妹的画面 这从侧面验证 老马是个暴徒 案发当天 他喝了假酒 再次对金喜妹施暴 金喜妹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失手杀害了老马 公诉人搬出那段两人亲密视频 想要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 不可能是强拆 丁一峰认为 从视频中能够看出来 金喜妹深深爱恋着老马 可对方却只是在玩弄金喜妹的感情 他家两人之间的关系 归咎到是一场交易 公诉人为了挽回局势 拿出老马惨死的照片 指责金喜妹以如此残忍的手段 杀害一位老人 这就是故意杀人 丁一峰则拿出金喜妹的伤情照片 我们能够清楚看到 金喜妹眼角处受伤 而这个位置 往前挪一点就是眼瞎 往后一点就是太阳穴 一个正常人在这种情况下 很难保持足够的理智 公诉人反驳 就算金喜妹正当防卫 可他下手的力度 明显超过了必要的限度 丁一峰认为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正当防卫 当一个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 他做出什么举动 都不会显得过分 公诉人接着说道 如果真是老马强拆 金喜妹为什么一开始不说 如果不是律师跟他说 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才算强拆 金喜妹生情并茂的表演 征服了在场的每个人 虽然法院没有当场判定 金喜妹无罪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丁一峰这次案件打成了 而他就此一战成名 老板为丁一峰准备了单独的办公室 并给了他下一个案件资料 知名度打出去 钱也源源不断地来 丁一峰有钱后 来到母亲的疗养院 为他更换了VRP房 这起案件也让丁一峰明白 有些时候要想完成一件事 动用点特殊手段是必要的 只要心中良知是对的 那就没有问题 金喜妹回到监狱 在望风的过程中 他回忆起跟老马的点点滴滴 从这里不难看出 两人之间是有感情的 金喜妹承认被强拆 也是迫于无奈 很显然 在这起案件的背后 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 此时的金喜妹觉得 对不起老马 他一心求死 好在狱警发现及时 把金喜妹送去医院抢救 虽然脱离了危险 但人还处于昏迷状态 丁一峰这边接到消息 知晓事情原委后 也察觉出背后另有隐情 刚好这时 丁一峰有了一个新发现 老马生前有一份意外险 宝额一百万元 被杀前一个月 老马将受益人改成了别人 此人名叫刘学成 丁一峰对这个人有印象 他在老马葬礼上见过 刘学成是老马的挚友 老马为什么要将受益人 改成刘学成 丁一峰认为 老马是打算自己死后 将这笔钱给毛巍巍治病 但他信不过自己的儿女 所以才将受益人改成刘学成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老马是一个好人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老马自从遇见金喜妹 他的世界都亮了 两人生活在一起 当老马得知毛巍巍情况 主动找到对方 答应帮其治病 只要金喜妹能陪他走完一程 后来拆签款下来 没想到却被老马女儿偷走 老马让毛巍巍等等 不知道保险存在的毛巍巍 感觉自己被老马耍了 当场跟母亲翻了脸 并找机会进行报复 事情发展到这里 丁一峰也想到这些 他突然意识到 金喜妹一心求死 可能是在保护儿子 其实老马是毛巍巍杀的 要不然当初毛巍巍也不会如此 斩定解体地说 金喜妹是被冤枉的 于是 丁一峰跑去找毛巍巍 在她的不断逼问之下 毛巍巍心理防线崩塌 承认了一切 案发当晚 她跑去老马家 看到母亲跟对方 还有闲心喝酒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金喜妹让毛巍巍先走 后者与母亲发声拉扯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金喜妹衣服被撕破 眼角受伤 老马上前为金喜妹 鸣不平 两人撕扯在一起 慌乱间 毛巍巍摸到一个阴灰缸 重重地砸向老马的脑袋 等到对方倒地不起 毛巍巍才知道害怕 连忙离开了现场 金喜妹为了救儿子 甘心替她顶碎 其实那晚 老马喝假酒 是想将自己送走 然后留下保险金 给毛巍巍治病 丁一峰将这个真相 告诉毛巍巍 在她的不断诉说之下 毛巍巍终究良心发现 决定前往警局自首 毛巍巍的自首 也推翻了丁一峰 先前的所有辩护 与此同时 金喜妹醒来 在得知儿子的事情以后 她十分迫切地 将丁一峰找来 她希望对方 把儿子辩护 并且愿意说出 所有真相 其实真实情况 跟丁一峰预想的一样 案发那晚 老马的确是 想喝假酒 死亡骗保 毛巍巍的出现 打乱了这个计划 她在将老马 垂倒以后跑了 毛巍巍误以为 自己杀了人 恕不知老马 当时并没有死 她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所以老马 让金喜妹给自己个痛快 最终金喜妹在痛苦中 捡起烟灰缸 打死了老马 所以金喜妹被捕之后 她一心求死 想要尽快地把案件结案 既能保护儿子 又能帮其拿到钱治病 然而 此时的丁一峰 已经无法介入 这起案件的辩护 金喜妹生死历劫地 求丁一峰帮忙忙 后者思索一段时间 心中的正义和良知 告诉丁一峰 她应该站出来 丁一峰先是辞去 来之不易的律所工作 跟着便以证人的身份 来到毛巍巍的庭审现场 她证明老马 为了毛巍巍的病 早已有了 以死骗保的打算 杀死老马的人 并不是毛巍巍 而是金喜妹 丁一峰在法庭上 将老马死亡真相 说了出来 毛巍巍得知真相 瞬间贪软在地 丁一峰接着说 那晚毛巍巍的出现 只是老马求死的 一个小插曲 她的根本目的 就是为了拿保险金 这时 工作人站出来表示 金喜妹曾经说 她的政策很难让人信服 面对这个问题 丁一峰早已做好准备 她拿出录音笔 里面记录了 她威胁逼迫金喜妹 做伪证的全过程 丁一峰希望法庭 能再给金喜妹一次机会 重新相信她一次 只不过丁一峰此举 也犯了妨害作证罪 她将面临法律的制裁 丁一峰认了 影片最后一切真相大白 金喜妹因犯故意杀人罪 被判无期徒刑 毛巍巍犯故意伤害罪 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老马的意外保险 由于涉及到骗保行为 所以保险合同无效 至于丁一峰也受到惩罚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片名《最后的真相》 一部最新上映的国产悬疑片 由黄晓明 严妮领先主演 我愿称她是 最近一段时间最好的悬疑片 不管是剧本 还是演员演技 都非常出彩 虽然有些地方 删减 看起来反转生硬 但整体 瞎不眼语 尤其是小明哥的演技 有种重回巅峰的感觉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让我们下个电影 再见